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 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冷头金啊 冲黑卡不泡裂也不差点啥的 5级凶贯甲剪把冲锋枪还不错 填入包之后来把这个本线保了 欧子有一个 听到门口好像有什么动静 完了 榴弹炮 兄弟 挡出半个月不挡拿榴弹炮 这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 你来了 死一个 说到他那里的一个空隙炸死一个 但是听脚步声的话好像还有 本想着老大死了去冲他小弟 结果 卧槽 老大还在啊 直接满他 烧死你吃了 榴弹炮是吧 来呗 小东西 队友呢 来啊 又是一个 三个 还有一个 来呗 这枪没子弹 这把松空枪打得是个两极弹有点难搞 就打算过来填两个雷然后把他满了 你看 这个烂仔没雷有点可惜 但是对面的话好像也尿了不敢动 那好啊 你看去怎么下我的 我现在就怎么下你 你看 连耳机都没有 你看 连耳机都没有 你看 连耳机都没有 你看 你看 你打个屁游戏 耳机有吗 有 没有 挂币是吧 拿火箭炮是吧 打实验室不带耳机的含金量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老大也是个狠人啊 挡出十天就用火箭炮了 真的是天才出少年啊 这个包 烂枪 ADT VS 握不带耳机行吧 是吧 还有撕雕 送了四把武器加一个大型撕雕啊 咱们直接给老板送过去 哎呀 老板开机就躲厕所里了 还是挺懂事的 好了 来 打五支了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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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对了 大型撕雕的话也给老板 然后掏完包之后就可以撕了 走喽 老板最后舔了个六十金出门 还有张显卡 这一波老板有收入 能出数产 双赢 就是苦了那个门心了 这里 顺便说一下 有需要入手达克夫的可以找景阳